屏東縣離港鄉信國社區 今年7月受到凱米颱風影響重創 部分家庭一樓家具全數淹水報廢 國際扶輪社聯合全省跨地區的社友協助 每合兩大批家具 幫助社區11戶家庭重整家園 屏東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 一一頒發感謝狀給國際扶輪社友 感謝凱米颱風後 社友發揮愛心 幫助社區居民度過難關 今年的7月份的那個水災 因為整個淹水把整個家具全部淹壞了 把所有的家具所有的床通通都泡水 泡水以後就會那個嘛發臭 所以說我們就全部清走了 經過這兩批嘛 第一批從台北下來 第二批後來又是兩台三噸半又下來 把家具先放置在活動中心 再來就是各個受債服他們有登記的 就會找貨車再領回到他們的家裡面去做他們的緊急的使用 利用這個平台A送到B這邊連結了 我不需要的東西送給了B 透過一個網路的平台 那把我的舊愛成為別人的新歡這件事情就是胡倫工業網在做的 屏東離港鄉信國社區居民 有許多人是早年由國民政府牽台安置的太北孤軍旗後裔 7月開密颱風好雨沉災加上臨近河川河水暴漲 造成信國社區大淹水 10月4日又碰上山陀兒颱風 把部分家戶圍牆吹垮 居民心有餘悸 淹到我的大腿這邊 對啊 就淹很高 連那個地方 因為這個太淹了 你看我們還洗還沒有乾淨人 我家是村子上最慘的 所以我很感謝大家的幫助 然後捐贈這物資讓我少買 少買那個床 然後又少買椅子 這次颱風真的是很嚴重 我怕到了 很久了 我感謝大家 佛倫社表示 能將家中不用的物品再利用 也需要的人是很好的善循環 能幫助離港信國社區重建家園 都感到住人的無比快樂 新唐亞太電視李娟榮 臺灣屏東採訪報導